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来自Playmore 玩多点有眼公司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点 公司现在的背景 我们其实都有几年历史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成立 我们现在的团队大约有14个人 中间包括了有设计师 有设计师 以及有计划的人 因为我们都想把我们的东西 去推广出去 所以都会有计划的同事 我们现在最主要做的业务 就会做两样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会做一些自己 in-house的development 可能会做一些自己的游戏 或者自己的application 另外我们都会帮一些公司 去做一些business solution 把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创意 或者我们有的技术 就看看可不可以apply到 他们公司的业务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有这两个业务 另外我们都很开心 在2001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可以拿到 这个caring company 全靠清洁的提携 我们就做到一些事情 就可能帮到我们的staff 或者帮到这个社会 環保 满足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caring company 最后我自己本身就是YBHK Net的一个member 因为我们刚才 Garry也有介绍过 我是YBHK的支援的其中一个case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当初当年没有YBHK 我觉得我未必今天可以站到这里 或者我们公司创业到现在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的问题很大 Garry刚才其实说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就是有时创业 是真的需要有些人去be a wise 或者他有一个人需要 是一个be available 我刚才Garry用的字眼是 因为你很多时候会很迷茫的 如果有一个机构 或者有一个团体去back up你的话 其实事情会容易很 我会觉得很多 这个呢 现在这里就交代了我们公司 一些基本资料 我想现在可能说回 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的 啊 忘记了 没什么记性 这个呢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有个业务 就是帮一些公司去做一些apps 或者一些games 或者一些web site 这里当中就是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一些公司的car人 可能是perleno 或者乌城市 可能帮他做一些facebook marketing 或者可能帮卫元堂 他都会帮他做一些apps 去做的 对了 那接下来呢 要说回今天的主题 创意工业和这个创业 那我就用了一个比较老土的方法呢 就用了这四个字呢 去说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小小的一些看法 那最开始呢 那我想呢 就一定要由what about start up 开始讲起了 就是讲一下 为什么我当年呢 会是去做到一个 会去创业 那这件事呢 其实大约呢 要在我大学的三年级去讲起 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是主修这个会计 我是主修会计的 然后呢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因为我大学一年级呢 我做错了一个决定 如果我大学三年级呢 我不去选择一个副修科的话呢 我当年会计不了一页的 因为我填错了一张方法 在year one的时候 那所以呢 我在year three的时候呢 我就会需要去选择一个 minor才可以计得到一页 那我当年呢 我觉得自己最有兴趣 或者是我最擅长的东西呢 就是电脑 那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电脑 去作为我的一个minor的科目 在电脑堂呢 其实我人生路不熟 那没有什么朋友的嘛 在我上当年的时候 那所以呢 我就会尝试一下 在堂上里面呢 就找一些同学 可能功课啊 或者很多东西都需要交流的时候呢 那我就需要和他们聊聊天 那这样的 那我记得呢 在我上半年呢 他第一次在year three 踏入去电脑课的时候呢 我见到前面隔壁的朋友 他桌面呢 放了一本核数的书籍 那整件事呢 其实是我觉得 挺有趣的 因为一个 读电脑的同学呢 不应该会有一本核数的书籍的嘛 那所以 一落堂的时候呢 我就去 和他聊聊天啊 为什么 他是不是对核数有兴趣啊 那我说是 我都读会计 那可能可以 和他有点交流啊 或者可以和他认识一下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在落堂的时候呢 就会和他聊聊天了 那一聊聊天的时候呢 那一聊聊天的时候呢 是小过一年的同学 他 正常来说 我们不会认识到的 但是因为那个场合 那我主动认识他 那认识了之后呢 那大家我想是 智脆枪头啦 那大家 可能都会有着 出来吃饭啦 上堂的时候会聊天 那我记得呢 我有一次呢 在我 我们读理工大学的 那旁边有一个呢 就叫做都会啦 那里面有很多食肆的嘛 有一次呢 在吃下暗茶的时候呢 我拿了我的人生呢 我觉得我 第一件我最喜欢的玩具 或者最 我觉得最有趣的东西 就是iPhone 想当年呢 是出品iPhone 2G 就是第一部 在香港还没有卖的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一个苹果迷 我 不过如果要说苹果 如何影响到我的那些呢 那我就可能大把时间讲 那我想今天就不讲了 那我就是一个苹果迷 所以他出了iPhone的时候呢 我就立刻去买了 搭一个美国的朋友 我们一拿出来 去聊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科技东西嘛 那我们发觉 哇 这件东西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当年 是用了一些 Window Mobile 或者用一些Palm 的一些电话 你要用一支筆去按一下 按一下 或者整件事呢 很窄 很慢 我觉得是 如果它叫smartphone 一点都不smart 就是smartphone 我可以这样说 以前的电话 所以我看到 哇 这部电话 很厉害的 它的流畅度 可以做到的东西 应该将来 每个人都可以 应该拥有 以及它应该 取代一部电脑 我觉得 所以我们觉得 哇 这部电话 很厉害的时候 为什麽不在它的平台 那里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在我当年 大约EF3 去到第二个学期的时候 要毕业了 毕业正常呢 我读会计的同学呢 就去提供一些工 一定是会计师 或者一些核数师的工作 那我就去选择去创业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 我觉得 我看到一个市场 但是我都不去去试的时候 难道等到我三四五十岁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样的胆量 没有这样的胆识去试 所以我就选择 在我一毕业的时候 去做一个创业 我记得 我想当年创业的时候 我们在葵冲的地方 租了一个100尺的单位 我们邀请了第一个设计师 我和我的partner 在家里 将自己僅如的一个Mac的电脑 都搬到他的办公室 去用了 那大家呢 就开始了 我们这个创业的之旅 应该又黑张了 那上当年 另外一张图 就是说 我们拿到iPhone很开心 另外呢 我们那时候 拿到iPad也很开心 所以 去展开了我们喜欢自己的产品 喜欢一些科技东西的时候 就去做这个创业工业的创业了 那其实呢 在一路创业的时候 我们都遇到很多的挑战 或者遇到很多的困难 其中一个呢 就是时间 时间的问题 始终呢 我们现在做的 是创业工业 创业的这件事呢 我觉得 如果你不好可以把握的话呢 很快就会过了 过了呢 就是outdated outdated呢 就没有人要 没有了它的价值的了 我们想当年呢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我们只要做一只 因为我们看到外国的例子 我们做一只很小的 fresh的游戏 一只很简单的游戏 放上苹果的平台买 我们都应该 起码赚很多钱 应该发达 很快就退休了 那所以呢 我们想当年呢 我们就 出了第一只游戏 这一只呢 我现在都觉得 挺搞笑的一只游戏 就是呢 去模仪一个 好像一些fresh的小游戏 他就模仪有个大叔 那他就吞了一只蚊子 在肚子里 那在肚子里 你就控制一只蚊子 向上飞向下飞 在那条腸里 你只要不碰到 那条腸壁的话 你就要赢了 那就一直玩下去 斗高分 那我们因为以前 我们见过 在这个平台上 出这类型的游戏 都有很多人玩 很多人很好 好买 好赚钱的 那我们都打算 出完之后呢 就成功了 就上岸了 那谁不知 结果当然是 去到那个 我们出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在那个平台 已经有很多的竞争者了 如果我们再呢 利用这一种 那么简单 或者那么 相对简单 我会这样的游戏的话呢 其实已经是比较难 去赚到一个市场的应受性 和赚到一个 profit 所以这个游戏呢 我可以说 其实是 成本都收不回 我们最后 所以呢 我们明白了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去想一些 前瞻性的东西了 一个叫M-Pad的系列 这个系列呢 我们想当年呢 我们刚才都分享过了 有一张很开心的照片 拿了一部iPad 那我们其实在想着 iPad和iPhone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呢 我们既然想到的时候 我们就想 不如用iPad 来做主机萤幕 然后用iPhone 来做手制 然后呢 所以我们在 做了刚才那只游戏 不久之后呢 我们就开发了一系列的游戏呢 就是利用那个iPhone 做手制 用那个iPad 来去做主屏幕玩的游戏 这个游戏呢 这一堆游戏呢 我可以说 未必可以令到我们自负 或者赚到很多钱 但是它绝对是我们 都自豪 还有一个 我觉得挺好利润的 一个project 还有呢 它最紧要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 当年我们这个idea 出的时候呢 外面其实还没有 所以呢 在外国的CNN的报道 或者很多香港的媒体 都有找我们去接受访问 所以呢 经过这个之后呢 我们得到很多资金 得到很多曝光的机会 是为了我们日后的铺路 所以我觉得 有时创意这件事 的确是好看时间 一过去 就很难 可以再把握得很好 另外呢 我们都有一点点心得 就是其实 创意这件事呢 的确是在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理解 那个文化的差异呢 是很影响到呢 你觉得 那样东西 在其他国家 受不受欢迎 那我们会用的例子呢 其实呢 是一只叫波子级的物体 是在外国都有的 外国呢 他们有的叫Trackers 一只Trackers的游戏呢 它们呢 的玩法呢 就是一步一步地跳的 我们港式的玩法呢 就是可以跨步地跳的 那所以呢 这一只游戏呢 我们一出的时候呢 在香港呢 我们其实拿到一个 挺好的成绩的 我们拿到第一 在整个苹果的平台那里 无论iPhone和iPad版的时候 我们都拿到挺好的成绩 但是一去到外国 他们完全不懂 怎样玩我们的游戏 甚至呢 在那些留言那里呢 说我们那些电脑 因为我们有电脑的嘛 他说我们出猫 为什么可以跨步地跳 他在外国的平台 外国的一些留言呢 他们就说 这只游戏简直是 垃圾简直是 做得不好 那所以在之后呢 我们都加回一些教学 加回一些 译回他们的语言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后来呢 又发现呢 我们又收到另外一些 留言 他就说 其实你港式的玩法 好玩 好玩过他们原产地的玩法 所以呢 其实他们开始呢 慢慢接受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有时创意 这件事或者 所有的东西都好 的确要留意在 每一个国家里的 方法 或者文化 我会觉得 那 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之后呢 那我们其实呢 现在做很多的游戏 或者做很多的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会尝试一下呢 去做多一点语言的版本的 好像这个的游戏 手机投注程式 那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们都比较难 跟马会去竞争 那所以 这个游戏 一直都上不了第一的 最后都是 那但是呢 其实这个游戏 我想说的是 它有很多个语言的版本 它有台湾版 它有 中国大陆版 那当然有英文版 有香港版 它里面呢 我们有六道不同的 语言的音 因为你出牌 Yin King 那所有东西呢 其实我们绿齐了这么多的语言版本 那所以呢 它在全球 的确不是 去到 TOP 可能TOP 10 但其实它们都可能 去到TOP 50 一个 起码有人报导 起码我们都回本的 一个项目 会做到一个 叫做 那其实呢 去到再下一个 其实呢 就想说一下 How 怎样去将一些 我们认为有创意的idea 去转到为真神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 每个人呢 他们自己呢 都会说自己 很有创意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啊 我觉得 但是 怎样将你自己的创意 去变成一些真神 或者实行到出来呢 这个我觉得是 整件事 成功与否的关键 另外一个位呢 就是 你实行你的创意的时候 我觉得 另外一个至性的关键 是注意一些细节 我会用 我们其中一个例子 是的 八大洞 模拟器 这个呢 我记得当年 都有很多 报导 或者 直接是电视 我记得TVB 都说过 可以用这个程式 去压巴士机 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呢 这个呢 事情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会看 因为我们当初 去设计这个程式的时候 因为我们首先 觉得这件事情有趣 我们觉得 另外一个位呢 我为什么会注意细节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下载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 并不是 你摆张卡 不是 你不是按键 它会响 你是真的可以 好像模拟到 白特通过一下 你摆张卡 不用碰到电话 在它上面 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会响的了 因为我们当中 用到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利用一个镜头 去看看究竟 有没有东西在上面经过 如果有东西经过的话呢 我们才去 嘟 那一刻的声音出来 所以呢 在以前市场上 很多呢 都有所谓的 白特通模仪器 为什么我们想当年 可能不要说 造成少许空洞 但是造成少许回响 就是因为 我们注重的细节 令到整件事有趣 令到整件事出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会觉得 怎样将我们 一些所谓的创意 去很确切实行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叫 又有得卖的程式 这个程式呢 其实都很长篇的 如果要解释 总之就是 帮你去炒iPhone 我可以这样去说 但是呢 其实你会说 其实都没什么 但是其实我会看法 是我会觉得它挺成功 是因为我记得 我们有一次去喝茶 走过去厕所的时候 想起 炒iPhone炒得这么麻烦 为什么不可以 出一个程式去帮助呢 这个就是那个创意 但是要怎么执行呢 很多人都试过 去整理自己的程式 但是他们做 我会觉得他们做得不好 可能不够实时 或者他们没有那个方法去做 但是我们 我们这个团队 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 他们有执行一些idea 变成真实的方法 的能力 所以这个程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炒iPhone 如果有炒iPhone 我估计这个程式 都应该大家都会 应该会认识的 我会觉得 刚才那两个 其实就是说一些自己的 project 或者自己的创意 另外呢 其实我会觉得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份的创意 或者我们这一份的技术 去套入一些 business 的 solution 里面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大创行的 project 大创行在九龙湾 有一个二手车场的 二手车场里面 当然有很多二手车 其实他们以前 他们整个流程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用很多 人力物力去做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我们帮他 整个二手车场 就翻身 翻身是什么 翻身他整套系统 他的车 由如何去进去 如何去加些资料 以至去到 sales 如何去买 我们都提供到 一个 solution 给他 而他们的 feedback 其实是很正面 的确是帮助了 他们的 sales 很多 另外 这个也是一个 实行的方法 另外 我们就在一些 那么传统的一些 产业上面 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 创意 我们加了一个功能 叫做我的 梦想汽车的提示 因为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一些 二手车场 你如果去到 二手车 你可能会说 买一辆BMW 但我只有三万元 如果你以前 跟 sales 说 sales 可能会跟你说 我先抬下 陈生 如果我有车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 但是 我们的看法 就是这件事 是可以在电脑 或者是可以在 电子化去 我们 解释 就比较难 可能的确要去到 九龙湾去 亲身体验一下 如何使用 my dream car的功能 但是这个 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可以 用到我们的 一些的创意 融入到 他们的一盘 很传统的生意 那里 这个 应该是 最后一个分享 到最后 其实 就跟Gaby 或者Kenny 所说的 那个 passion 其实我都想说一下 因为 有时候 我会觉得 创业 其实真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 你会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 最棒的人 为什么呢 好像 我刚才有几个 有几个app 在全港 排名第一 那代表什么 我还不是这个香港最棒的人 在当时 但是 也有时候 他会让你觉得 当可能公司不够钱 或者是公司有问题 或者可能 你刚才做出来的产品 被人笑 说没用的时候 你又可能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没用的人 因为 这个我觉得是 创业的本质 但是 怎样可以令到我 去走下一步 去 开心的时候跨过 不开心的时候跨过 我觉得就是那份热成 我觉得这份热成 才可以令到我 刚才有几大的不开心 或者几大的困难 我都可以去 经过的一个 元素 另外一个 我觉得 在创业 是比较 叫做 重要的 就是 我每天都会上很多网 我们都是IT人 我们每天上很多网 我有时候在Google 我会打一些搜寻字眼 我会打类似 是 如何创业成功 创业成功要素 元素 这些这样的字眼 看看有没有牵使 创业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过一篇 它当中列了很多 创业成功需要的元素 其中一个 其实我很认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它说持久力 为什么 创业 你不是一次就会成功 好像我现在觉得 都挺成功的 一只 Angry Bird 我想大家 可能都有听过 其实它做到第五十一只 Game 它才成功 它之前五十只 Game 是没有人认识的 如果它没有这个 持久力的时候 它怎么可能做到第五十一只 Game 所以这几个元素 是我觉得 在我的创业一直以来 都放在我心里面 是的 我想大致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看我们公司 一些Apps 或者看看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 可以上去这个网站 去看一看 我想我的分享差不多了 多谢